愿上帝的恩典与大家同在 我们在学习之前 我们先做一个祷告 求主帮助我们 此爱圣教的天父 我们深深地感谢你 感谢你又赐给我们 这美好的时光 感谢你还给我们 这恩典和宽容的时间 让我们这些不配的人 能够在你的面前 靠着你的真理 靠着你的恩典 能够得到充分的预备 祝你知道我们内心的需要 祈求你亲自的灵格在我们的当中 能够赐下圣灵 与我们同在 当我们学习你的话语的时候 求你是我们的心 能够完全地被你的话语所寄引 使我们的心 因着你的话语 得到更加的坚固 使我们对你的真理 能够更加的清楚 更加的明白 更加的掌握 让我们的心 都能够建立在你真理的盘石上 主你帮助我们 祝福在你面前的每一位你的百姓 使我们都一同在你的话语当中 得到力量 得到坚固 求你听我们的祷告 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我们这一堂课 和大家学习两种律法 在现今的基督教当中 很多的基督徒 他们对这两种律法 不是很清楚 他们认为 耶稣定是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把律法给废掉了 是的 耶稣定十字架的时候 是废掉了律法 但是废掉了哪一种律法呢 是废掉了摩西的遗文律法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 有两种律法 一种是上帝的道德律法 就是十条诫命 这十条诫命 耶稣没有废除 耶稣在定十字架的时候 不但没有废除上帝的道德律法 反而还更加的坚固了 上帝的律法 那么 耶稣定十字架的时候 把摩西的遗文律法 废掉了 所以我们现今的基督徒 不需要再遵守摩西的 离文律法了 但是上帝的道德律法 十条诫命 我们 我们人人人都是需要遵守的 因为在圣经里面也告诉了我们 将来进天国的人 他们都是在地上 忠诚地遵守了上帝的十条诫命 也就是上帝的道德律法 所以我们来学习两种律法 那么上帝的道德律法 十条诫命 他是怎么舍利的呢 我们都知道 整本圣经 是上帝的圣礼 借着人 所漠视的 但是 唯有 那么几句话 是上帝 亲口颁布 亲手 写的 那么亲手写的 就是十条诫命 那么他写在哪里呢 写这个十条诫命的时候 颁布这个十条诫命的时候 出现了什么样的情景呢 我们来看 出埃及记 十九章 十九章 十六节 到了第三天早晨 在山上 有雷哄 闪电 和密云 并且脚身甚大 云中的百姓 尽都发展 摩西率领百姓 除云 迎见上帝 都站在山下 西兰全山冒烟 因为耶和华 在火中降于山上 山上的烟气上腾 如烧窑一般 遍山大大的震动 脚身 渐渐的高而又高 摩西就说话 上帝有声音 应答他 这里告诉我们 为什么有这非常威严的情景呢 接下来 我们就看到了上帝 颁布他神圣的律法 我们再来看 启示录 十一章 十九节 当时上帝 上帝天上的殿开了 在他殿中 显出他的月柜 随后 有闪电 声音 雷哄 地震 大爆 这里的情景 和在西乃山的情景 是不是非常相似啊 这里说 出现了上帝的月柜 那么月柜里面有什么呢 有储存上帝的十条禁令 十五章 启示录十五章 第五节 此后 我看见 在天上 那成法柜的殿开了 法柜 也是指月柜 为什么有的地方 称月柜 有的地方称法柜呢 称法柜的时候 就是告诉我们 月柜 这个柜里面 有储存上帝的律法 把它称为法柜 月柜就是上帝 用十条诫命 和我们立约的 所以也把它称为月柜 每当有月柜 有十条诫命 显出的时候 就会有非常 危严的情景 上帝 他是要用 他的律法 来审判整个世界 所以圣经 也把上帝的律法 称为是至日真的律法 因为上帝 都非常尊重他 上帝希望 每一位跟随他的人 也都尊重他的律法 雅各书二章 第八节 经上记者说 要爱人于己 你们若全手遮至真的律法 才是好的 这里说 至真的律法 那么至真的律法 上帝亲手写在哪里呢 我们来看 出埃及记 三十一章 十八节 耶和华 在希腊山 和摩西 说完了话 就把两块法板 交给他 是上帝 用指头 写的石板 这里说 上帝亲手 用指头写的 为什么上帝 不把他的十条诫命 写在这个地上呢 因为写在地上 可能一刮风了 一下雨了 就消失了 为什么不把它写在纸上呢 因为这个纸 时间长了 可能会被虫子咬了 可能会被火烧了 所以不能够永远 把它保持下来 写在石板上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给我们一个教训 上帝的律法 是永远坚定的 永远都不会废掉的 不但是上帝亲手写的 也是上帝亲口宣布的 生命记 四章十二节 十三节 耶和华从火焰中 对你们说话 你们只听见声音 却没有看见形象 他将所吩咐你们 当手的月 指示你们 就是十条节 并将这节 写在两块石板上 这里说到了 上帝亲口宣布 也亲手写在石板上 并且写在石板上的十条 剑命 是上帝 与他的百姓 所离的月 这样的月 是永不改变的 这里说 冰枪 这十条剑命 当手的月 写在石板上 那么这样的月 上帝对旧约时代的 以色列名 是没有改变的 对新约时代的基督徒 也是需要遵守的 上帝没有把他的月 随意的改变 我们来看 诗篇 八十九篇 三十四节 我必不背弃我的月 也不改变我口中所出的 旧约圣经里面的上帝 他说他不改变他的月 不改变他口中所出的 不改变他亲口宣布的十条剑命 不改变他亲手所记下的十条剑命 那么我们再来看 新约时代的耶稣 他随意的改变了吗 马太福音五章十七到十九节 当那些犹太的宗教领袖 他们非常的担心 害怕 耶稣来这个地上来 废掉上帝的律法 所以耶稣在这里 给了他们明确的说话 耶稣说 莫想我来废掉律法和先知 我来不是要废掉 乃是要成全 怎么成全呢 他在下面就告诉了我们 成全的意义 他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就是天地都废去了 律法的一点一化 也不能废去 都要成全 耶稣 把他的律法 看得比天地废去 都重要 他说 天地都可以废去 律法的一点一化 也不能够废去 所以 执行 耶稣在这个地上 为我们做了成全的榜样 他在这个地上 遵守执行了 上帝的 建命 耶稣说 跟随他的人 也要这样做 所以耶稣在这个地上 亲自的 生命了 他来 不是要废掉 律法和先知 不是要把上帝的 建命 更改 一点一化 我们再来看 雅各书 一章 十七节 各样美善的恩赐 和各样全卑的赏赐 都是从上斗来的 从重光之父 那里 降下来的 在他并没有改变 也没有转动的影儿 全卑的赏赐 耶和华的律法全卑 能收醒人心 所以圣经 把上帝的律法 称为是全卑的律法 称为是自正的律法 没有改变 我们人容易改变 上帝 他不改变 所以想把 上帝的律法改变的 总是那些 不愿意顺从上帝的人 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思 按照自己的思议 随意的更改 但是我们 想忠实的 追随耶稣的人 我们就要尊重 上帝的律法 我们也要像上帝所说的 不随意的改变 无论遇到 什么样的事情 无论遇到 什么样的环境和逼迫 我们都要坚守 上帝的律法 我们要成为 对上帝忠诚到底的人 我们再来看 希伯来书 十三章 第八节 耶稣 难道能够随意的改变吗 耶稣基督 昨日 今日 一直到永远 是一样的 所以这里向我们声明 上帝的律法 无论是在 旧约时代也好 在新约时代也好 他都是 不改变的 并且耶稣亲自说到了 一点一话 也不会改变 通过我们刚才 所查考的这些经文 我们知道了 上帝的诫命 上帝的道的律法 是不会 废掉的 一点一话 也不会改变的 那么我们再来看 上帝的律法 他放在哪个地方呢 出埃及记 四十章 二十节 又把法板 放在柜内 把杠 穿在柜的两旁 把诗人座 安在柜上 这里说到了 上帝 把他的十条 诫命 放在月柜里面 并且月柜上面 有什么呢 有上帝的 诗人宝座 这里分明在 告诉我们 上帝的律法 和上帝的宝座 是紧紧的 连接在一起的 也就是说 上帝的律法 是上帝 宝座的根基 四篇八十九篇 十四节 公义和公平 是你宝座的根基 慈爱和诚实 行在你前面 这里说 公义和公平 是上帝宝座的根基 什么是公义和公平的呢 罗马书 七章十二节 这里说到了 上帝的律法 是公平 公义的 那么上帝宝座的根基 也就是上帝的律法 我们都知道 上帝以他的律法 来统治 整个宇宙 一个国家的律法 也就是能够使这个国家 安定和平 如果这个国家的律法 不坚固的话 杀人了 把他放了 犯罪了 把他放了 那么这个国家 就会非常的混乱 同样的道理 上帝怎么能够 安定这个世界呢 是用他的律法 来统治这个世界 所以上帝的律法 是他宝座的根基 是永永远远 都是坚定的 诗篇 一百 一事一篇 祈祷九节 历首所行的 是诚 是诚实公平 他的训词 都是确实的 是永永远远坚立的 是按诚实 正知舍利的 他向百姓 施行救赎 命定他的月 直到永远 他的名 胜而可畏 这里说到 上帝的律法 诚实公平 并且 他的月 是永永远远的 所以上帝 把他的律法 放在 月柜里面 在新约圣经的 希伯来书 也提到了 他的律法 放在 月柜里面 希伯来书 九章 三到四节 第二曼子后 又有一层藏梦 叫做 至圣所 有金香炉 有包金的月柜 柜里 有圣 玛拉的金冠 和亚能 法国牙的藏 并两块月板 柜上面 有荣耀基罗伯的影 照着 诗恩座 这里说 月柜 月柜里面 有两款月板 记载着 上帝的十条 建命 所以 上帝的律法 他放的地方不同 这是在告诉我们 永远坚定的 永远 不可以把它废除的 我们再来看一看 那么 还有一种律法 就是摩西的 疑问律法 摩西的疑问律法 是指的什么呢 就是指的那些 献祭的制度 犯罪了 是不是要牵制羊来宰杀呢 是不是还有七大节气呢 是不是还有一些割礼 还有一些明示的次然条例 这些 这些都是指摩西的疑问律法 在耶稣 钉十字架的时候 都把它废除了 这些摩西的疑问律法 都是预表将要来的弥赛亚 预表将要来的耶稣 当耶稣来到了 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了 这些都废除了 我们来看 那么摩西的疑问律法 它放在哪个地方呢 刚才我们看到了 上帝的道德律法 十条诫命 放在月柜里面 那么摩西的疑问律法 它没有放在月柜里面 它是放在月柜外面 上帝的道德律法 是上帝亲口宣布的 并且是亲手写在石板上的 那么摩西的疑问律法 是上帝借着摩西传的 并且是摩西记录在书上 放在月柜旁边 我们来看生命记 三十一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 这里记录了摩西的疑问律法 放的地方 摩西将这律法的话写在书上 即使写完了 就吩咐台耶和华月柜的立位人说 将这律法书放在耶和华 你们上帝的月柜旁 可以在那里见证 以色列人的不是 这里说摩西的疑问律法 放在月柜旁 放在月柜旁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指到了一定的时候 就不要了 到了一定的时候就把它废除了 那么在什么时候把它废除了呢 一幅所书 二章十五节 这里说 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处 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 为了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 如此便成就了和睦 这里说 耶稣定十字架的时候 把这些律法上的规条 把它废除了 这里是指摩西的疑问律法 我们现在还需不需要征守摩西的疑问律法呢 不需要了 我们现在犯罪了 难道还要牵制羊来宰伤吗 不需要了 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的罪定死在十字架上了 这些预表都在耶稣身上成就了 这些预表都预见了实体 所以我们现在不需要征守了 我们再来看 西伯来书 不是的 哥勒西书二章十六到十七节 又投摸了 在预理上所写 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 把它扯去 钉在十字架上 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 明显给众人看 就仗着十字架夸胜 十七节 这些原是后世的隐儿 那形体却是激毒 这里说 投摸了在预理上 所写的这些字句 这些规条 都是指摩西的疑问律法 这些都是后世的隐儿 这些都是预表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已经来了 所以这些隐儿都不需要了 现在我们只需要仰望耶稣的十字架 我们的罪就能够得到赦免 所以当耶稣定十字架的时候 就把这些废除了 我们看耶稣定十字架的时候 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马太福音 二十七章 五十到五十一节 耶稣又大声喊叫 气就断了 忽然 殿里的曼子 从上到下 裂为两半 地震动 磐石也崩裂 这里说到 耶稣定十字架的时候 圣殿的曼子裂开了 也就是被看不见的一双手 把它撕裂了 也就是说 现在耶稣已经来了 耶稣已经定十字架了 这些献祭的这些仪式 道子就终止了 不需要再撒羊了 不需要再献祭了 这个地上献祭的这种制度 就到此为止 那么这样的话语 在旧约圣经里面也有预言 这样的预言到了时候 它就清清白白的应验了 我们来看 丹以理书 九章 这里也预言到 耶稣定十字架的时候 这些祭祀 与贡献 就止息了 也就是说 摩西的疑问律法 那些献祭的事情 就终止了 丹以理书九章 二十六 被钉在十字架上 然后贡献与祭祀就止息了 二十六节 过了六十二个期 那受高者 必被剪除 一无所有 这里说 受高者 是指耶稣基督 必被剪除 是指耶稣基督 定十字架 二十七节 一期之内 他必与许多人坚定蒙月 一期之半 他必使祭祀 与贡献子息 这里说 耶稣传道三连半 然后定死在十字架上 当耶稣定十字架的时候 地也整栋 磐石也崩裂 圣殿的慢子 从上到下 列为两半 这些献祭的制度 这些贡献的事情 道指 仔细了 还需不需要杀羊了呢 还需不需要献祭了呢 不需要了 直接的来信这位耶稣 就行了 所以预表 已经预见了实体 就不需要再杀羊献祭了 希伯来书 十章五到七节 所以 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 就说 上帝啊 祭屋和礼物 是你不愿意的 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 凡祭和赎罪祭 是你不喜欢的 那时我说 上帝啊 我来了 我要照你的旨意行 这些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 这些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 第八节 以上说 祭屋和礼物 凡祭和赎罪祭 是你不愿意的 也是你不喜欢的 十八节 这些罪过 既已赦免 就不用再为罪 献祭了 这里说的很清楚 还要杀羊吗 还要献祭吗 不需要了 我们只单单的信赖 这位耶稣 就行了 所以摩西的遗文律法 在耶稣 钉十字架的时候 就把它废除了 不需要我们新约时代的基督徒 遵守了 所以有人说 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 把律法废掉了 是的 是废掉了一样律法 这样的律法 是指摩西的遗文律法 上帝的道的律法 是没有废去的 如果你把 你理解成 上帝的道的律法 也因着 耶稣钉十字架废去了 那么你继续的在地上 违背上帝的诫命 继续违背上帝诫命的人 也就是继续犯罪的人 那么这样的人 最终得不到上帝的救授 还有一些经文 人们有些误解 我们把这些经文 和大家再来查考一下 希伯来书 七章 十二节 祭司的责任 既已更改 律法也必须更改 所以有很多人说 你看 这位大祭司耶稣 已经来了 那么呢 律法不需要再征守了 这里不是说了吗 必须更改 那么这个律法 必须更改的是什么律法呢 是摩西的疑问律法 这些疑问律法 都是律表 现在这个新的疑问 现在这个新的等次 耶稣已经来了 那么摩西的疑问律法就到此终止了 耶稣已经来了 那么摩西的疑问律法自然而然就到此结束了 所以这里更改的律法不是上帝的道德律法 如果你把它理解成上帝的道德律法 那耶稣说的话是不是有矛盾呢 一点一话都不会废去呢 所以凡是说律法必须更改的都是指摩西的疑问律法 我们再来看一处经文 约翰福音 一章 十六节 十七节 从他丰富的恩典里 我们都领受了 而且恩上加恩 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 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 所以有很多人说 我们现在是处在恩典的时期 我们靠恩得救 靠着恩典我们就得救了 所以那些律法都是摩西传的 所以耶稣来了 摩西的这些传的这些律法都不需要了 所以他们也把十条诫命 也理解成是借着摩西传的 所以他们说 现在我们只要信耶稣就行了 上帝的律法不需要征守了 那么这里的律法是指什么律法呢 这里是指摩西的遗文律法 难道耶稣来了 就不要我们遵守上帝的道德律法了吗 不是的 那么耶稣来这个地上来干啥呢 我们刚才查过了 马太福音五章十七到十九节 耶稣来这个地上来 耶稣是不是说得很清楚啊 我来并不是废掉律法和先知 乃是要存全 所以耶稣来的目的是要坚固律法 耶稣来的目的就是要 给我们遵守上帝的诫命 做了一个榜样 所以在保罗在罗马书里面也说到了 我们因行废了上帝的律法吗 当夫不是 更是坚固律法 坚固律法也就是耶稣所说的 存全律法 所以这一段经文告诉了我们 耶稣来没有废掉上帝的诫命 没有废掉上帝的道德律法 而是摩西的疑问律法 不需要征守了 耶稣来是更加的赐个我们力量 来兼顾他的律法 我们再来看一段经文 马太福音 十一章 十三节 因为众先知和律法所预言到越汉为止 所以很多人把这段经文理解成 这些律法到越汉为止就不需要征守了 是这个意思吗 这里的众先知和律法所预言到越汉为止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那些旧约时代的先知 他们一直都在 说预言 说什么预言呢 弥赛亚将会降临 那么施洗约翰 他是 说耶稣再来的最后一个先知 所以到约翰为止的时候 到约翰这个时代 因为耶稣已经来了 说预言的这位耶稣已经来了 那么关于耶稣第一次再来的这样的预言 不需要再有先知说了 到约翰这个时代 到约翰他这个时代 说这样的预言 预言耶稣再来的这样的话语 就应验了 既然应验了 还需要再有先知 再说耶稣再来的预言吗 所以这些律法 也就是指摩西的遗文律法 预表耶稣来的那些摩西的遗文律法 到耶稣来的时候 就已经完全的成就了 所以施洗约翰 他指着耶稣说 看了上帝的羔羊 背负世人罪孽的 这就是你们历代以来 所杀的那只羊 这只羊已经来了 现在你们只要信靠它就行了 这段经文 就是这个意思 诺家福音十六章 也是这样说的 我们来看诺家福音 十六章 十六节 欲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 从此上帝国的福音传开了 人人努力要进去 这里说到了 欲法和先知 这里和刚才我们看到马太福音 那里面的话语是一样的 这是指摩西的遗文律法 所预表的弥赛亚 耶稣已经来了 再也不需要征手了 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 石头行传 十五章 石头行传 十五章 十九节 到二十一节 这是当时 耶路撒冷的会议 会议讨论什么呢 讨论那些 关于外邦人 现在 家喻到基督教里面来了 那么对他们应该有一些什么要求呢 十九节 所以当时主持会议的是雅各 他说 所以 据我的意见 不可为难 那归附 上帝的外邦人 只要写信 夫妇他们 警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 并勒死的生出何许 所以有很多人就说 现在我们不需要征手上帝的诫命了 现在我们只要警戒这几点就行了 是这样的意思吗 这里也没有教我们 这里也没有说 孝敬父母这样的诫命 也没有说 望称耶和华这样的民的贱命 那么既然没有说 难道我们就可以去犯吗 雅各在这里的意思是什么呢 是因为当时的那些外邦人 他们最容易犯的 就是这几点 第一 他们喜欢去拜偶像 第二 他们还 吃那些 乐死的生疏和血 所以在这里 就要警戒他们 在什么时候警戒他们呢 是在征守上帝的诫命 这样的原则上 这样的基础上 还给他们附加了这几点 因为他们喜欢犯这几点 所以在这几点上面 更加的给他们加了这几点 并不是说 我们现在新约时代的基督徒 只要征守 这几点就行了 上帝的诫命 就不需要征守了 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里是告诉我们 在征守上帝的诫命 这样的基础和原则上 还要加上这几点 因为当时的外邦人 他们加约到基督教里面的时候 特别容易去犯这几点 还有一段经文 我们再来查考一下 加拉太书三章第十节 凡以行律法为本的 都是被咒诅的 因为经上记者 凡不长照律法书上 所记一切知识去行的 就被咒诅 所以有很多人说 你们现在总是在谈论这个征守律法 圣经上不是说了吗 征守律法的就是要被咒诅的 你们再也不能够征守 是这个意思吗 我们看这里的有两个关键的词语 这里的凡和本 也就是说 凡是以征守律法为根本的 把耶稣基督的救恩放在一边 那么这样的人 他就被咒诅 这样的人 他没有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 他怎么能够征守上帝的诫命呢 怎么能够征守上帝的律法呢 最终他还是要违背上帝的律法 还是违背了上帝的诫命 所以还是被咒诅 还是被定罪 我们看加拉太书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保罗 他写这本书的背景 因为当时在加拉太地区 有很多犹太人 他们从犹太教中转过来 来接受基督教 但是他们还带着那种律法主义的思想 带着他们犹太教的那种传统 来信基督教 他们觉得还是要靠自己的努力 去征守上帝的诫命 靠自己的努力 达到律法上所要求的意 无论他们怎么做 他们都做不到 所以保罗在这样的情形下 给他们说了这样的话 给他们写了这样的书信 所以这里的关键词是反和本 我们是不是以律法为根本呢 我们是不是靠着律法得救呢 不是的 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得救 靠耶稣基督的恩典得救 难道就可以废掉上帝的律法吗 保罗说 但乎不可 乃是更加坚固律法 我们是靠恩 遵守上帝的诫命 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 靠着圣灵的能力 我们才能够遵守上帝的诫命 那么谁被受到咒咒呢 我们来看这下半节 因为经上记者 凡不常照 律法书上所记一切知识去行的 就被咒咒 这里说不常照 虽然我们信了 我们有一段时间 非常的努力 我们有一段时间 非常的顺从上帝 非常的遵守上帝的诫命 但是我们没有把这种 遵守上帝的诫命的 这种热忱 一直保持下去 那么我们还是最终 违背了上帝的诫命 我们还是要被诫命 被律法所定罪 那么被咒咒的是谁呢 就是虽然信了 没有遵守上帝的诫命 那么这种 没有遵守上帝诫命的人 最终还是要被诫命所定罪 最终还是要受到咒咒 所以这里还是在告诉我们 要我们遵守上帝的诫命 怎么遵守上帝的诫命呢 靠着福音 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 靠着圣灵的能力 我们才能够做到 遵守上帝的诫命 我们才能够不在 律法的定罪之下 那么这种 靠着恩典 遵守上帝诫命的人 就是在恩典之下的人 就是在新约时代的人 就是真正的 靠恩得救的人 就是真正的 跟随耶稣基督的人 就是真正的 明白了福音 明白了耶稣基督的 恩典的人 那么这样的人 他们将来就不被 律法所定罪 就不被律法受到咒咒 他们将来就会成为 得救的人 我们通过了 对以上的这些经文的 查考和学习 大家是不是更加的明白了 上帝的律法的重要性呢 但是上帝的律法 不是靠着我们人 自己的努力去遵守的 我们要明白上帝的爱 明白耶稣基督 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所负上的牺牲 明白耶稣在十字架上 那种真正定死的情景 当这样的爱 渴在我们心中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有力量 本作对耶稣基督 爱的回报 我们才能够 遵守上帝的诫命 所以耶稣定十字架的时候 并没有把上帝的道德律法 十条诫命废掉 我们反而看到了 因作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我们看到了上帝的诫命 上帝的律法 是永远都不可以 废去的一个铁的证据 耶稣在十字架上 是废掉了一样律法 这样的律法 就是摩西的疑问律法 所以我们要对这样的道理 完全的明白 当我们明白 这样的道理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向更多的人 去传讲 让更多对上帝的律法 有误解的人 让更多那些误解 耶稣定十字架的时候 也把上帝的诫命 定在十字架上的人 我们给他们可以去传讲 让他们从这些错误当中 脱离出来 从这种误解当中脱离出来 让他们心里面的 这种错误去掉 让他们能够站立在 纯真的圣经的真理上 只有心这种纯真的真理 只有完全的顺从上帝的话语 遵守上帝的诫命 这样的人 他们就能够得到救授 我愿我们都能够成为 主真正的百姓 成为遵守上帝诫命的人 这一堂课就和大家分解到这里 愿主祝福大家 愿主使我们每一位 都能够真正的明白 这样的道理 成为正确的传讲 上帝道理的人 慈爱圣经的天父 我们深深地感谢你 感谢你 借助你宝贵的话语 再一次地来引导我们 让我们能够更深地明白 主你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 就是为了让我们 能够更加地明白你的爱 明白你的恩典 靠着你的爱 靠着你恩典的能力 靠着你胜利的能力 能够更加地去成全律法 遵守你的十条建立 我们在这个地上 成为圣洁的人 成为不再犯罪的人 主啊求你 是我们每一位 都能够明白 你向我们所传达的信心 我们更加地将心 建立在你神神的话语上 我们每一位 都能够成为你话语的出口 我们每一位 都能够真正地 在这个地上 见证你的真理 代表你的真理 更多的人 从错妙的信仰当中出来 更多的人 能够明白 主你真正的话语 让更多的人 能够真正地 成为你末时代的见证 成为被主所越纳的人 求你继续地祝福我们 与我们同在 听我们的祷告 祷告实在不配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祝俣公司的名为